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Yuma 大家好久不见 对不起我这两个礼拜都没有上传影片 不过我看到很多人留言跟我讲YumaTV呢 YumaCooking什么时候上传等等 我觉得很高兴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家有吃过高梨菜卷吗 是把肉馅用高梨菜卷起来煮的 我也很喜欢吃的一个料理 做法也很简单 那Let's start cooking YumaCooking 高梨菜卷肉馅的部分的材料是 高梨菜六片 牛猪绞肉120克 羊苍四分之一 不过因为我今天使用的羊苍很小 所以我会用两分之一的量 鸡蛋两分之一 面包粉三大匙 胡椒盐适量 然后烫的部分的调味料是 青汤粉两小匙 青汤粉两小匙盐适量 水200克 然后也可以准备最后加的 欧芹适量 首先准备高梨菜六片 首先准备高梨菜六片 把下面的厚厚的部分切掉 这样等一下就很容易卷起来 准备热水 加入盐之后放入高梨菜 煮到变软 大概两三分钟 煮好了之后把它冷却 接下来做肉馅 先把洋葱切小丁 准备盆子 放入牛猪绞肉 洋葱 半个鸡蛋 面包粉 胡椒盐 好好搅拌 肉馅变白白 黏黏的话就OK 把六分之一的肉馅 放在高梨菜下面 然后开始卷 把卷完的这一面 往下方 放在锅子里面 再放入水 清淡粉 盐 点火 水 水开始沸腾之后 把火调到小火 盖上铝箔子 做成内盖 煮十五分钟 盖上内盖 就不容易蒸发水分 也可以防止高梨菜卷会散掉 最后撒上欧芹 就完成咯 完成咯 完成咯 咯 咯 对 今天 我的老公不在 只有我一个人 他等一下 会回来 所以我先吃 然后溜回来之后 我再弄热 给他吃 好那我先吃咯 いただきます 我肚子超饿 好吃 好温和的味道 因为用小火煮十五分钟 所以外面的高梨菜和里面的肉馅很入味 很好吃 很适合冬天吃的感觉 这个汤也很好喝 这个高梨菜卷呢 除了我今天做的这个清汤味道以外 还有番茄酱味道的 不过我比较喜欢这个清汤味道的 然后一开始 切掉的这个高梨菜的这个部分 这个也煮之后 这个也煮之后 味变软 所以我没有丢掉 这个也很好吃 我还记得我初中的时候 然后喜欢吃这个高梨菜卷 然后喜欢到自己 查 查这个做法 自己做 这个高梨菜卷 那个关东煮里面的菜蛋也有 那个也很好吃 那我把这个吃掉 然后这个还有 后面的两个 留给六吃 里面的肉 是这样的 很像是那个 漢堡排 的肉 好 好各位我回来了 不好意思这一次Yuma先吃吃了 然后我再回来 我刚出去跟朋友去吃饭 这样 那快点Yuma我要吃了 我肚子很饿了 我刚刚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呢 刻意没有吃很多 就吃了薯条 就为了回来要吃你的 久违的Yuma cooking 来了我看到了 绿色的 难道就是你今天 在做之前一直研究的 高梨菜卷 嗯 小心不要弄掉哦 怎么样 你刚刚吃了觉得会好吃吗 好吃 哇 它的这个外观吗 真的很像 我每次都说一样的话 很像店里面做的 很像那种电视会看到的 高梨菜卷 那我们就来吃一下咯 嗯 都热的吗 里面 这个肉超厚超多 超好吃的各位 热热的 嗯 这个它也很好喝哦 一起喝啊 嗯 你是 它的什么调味料 盐 然后里面有那个 胡椒盐 啊 都有胡椒 有胡椒的味道 然后 胡椒很香耶各位 我那个啊 就是 嗯 鸡精 不是鸡精 中文 中文 中文应该是叫 清湯 清湯 嗯 不是鸡精吗 鸡精 是鸡粉吗 鸡粉是 就是 另外一个 调味料 这个 是 应该是清湯啦 很好吃 它包菜给你 就是你有去煮过嘛 所以它很软 嗯 很高分 100分 而且这个汤很好吃耶 很好喝 嗯 谢谢 Yuma 最后一个你吃啊 我吃了三个 你肚子还饿吗 没有啊 你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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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你吃 最后一个你吃 我已经刚刚吃了一点 你吃啦 拿拿拿拿拿 来 一人三个啊 可是你一整天没有吃东西耶 嗯 来 嗯 你刚刚吃了什么 薯条啊 很多啊 一点一点 薯条啊 这要会饱吗 吃掉它 肉要飞出来的喔 有没有好吃吗 嗯 好吃吧 吃饱了 嗯 谢谢Yuma 这迪留给我 让我回来拍这一段 好 那今天的YumaCooking就到这里咯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走走看咯 然后上一集的YumaCooking是什么 还记得吗 两个礼拜前 上个 上一次吗 就是我们最近每天都 无限青椒洞啦 最近每天吃的嘛 对 无限青椒 我已经吃了大概有七次了 嗯 真的 真的是那么多 我们又变成那个青椒 青椒 我觉得我皮肤开始变绿色 青椒洞啊 对 皮肤开始 你看我 我穿的这件衣服本来是红色的 吃太多变绿色了各位 真的这个很好吃 所以 大家可以看 这边 还是这边 这里啦 可以看无限青椒的做法咯 那就 这样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吃完变青椒 今期是高丽菜卷啦 吃完变高丽菜 嗨 订阅了吗 还没有的话呢 按这里按这里 好 虽然我的老婆她比较随性啊 不是每一天都上传影片 不过 还是希望各位 支持一下 那我们 下一集再见 拜拜 欸你不是在拍我吧 你现在不是在拍我是 我